好,这里是东南亚服的官网 然后他今天终于出了这个更新日识,还有他的活动日志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大致情况,他这边有阿代尔的职业,有这些工会的改版 包括里面有一个家族组的任务,有这个向导的改版 有这个动态猎场的改版,有BOSS的重组,聊天表情的一个系统 还有颠倒场,他是要6月3号才开放 最后还有一个一个新的东西 然后阿,这个首先阿代尔,阿代尔是5月20号,也就是明天 明天他们是5点到下午的15点30分 这个过程是维护的,也就是说下午的3点半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去看阿代尔 然后这个是工会 工会他整个的系统都会改版 他依然保留了他一些基础的一些功能 然后 他这个技能 整个技能也是 调整了 然后就是 你一个积分要打BOSS,那个叫贡献值 然后这是他的新的家族组队任务 他改版过的 你要在那个荣耀工会的那个地图 然后就才能进去 而且要101级以上 然后他说每周可以参加一次 然后这个是他的向导 向导他这个是改成了一条线 而且是可以一个界面就可以看到 而且这个向导里面增加这个BOSS项目 还有一些特殊项目在里面 他会把所有的一些BOSS 还有他一些附本 他在一个界面的范围内就可以呈现出来 然后就是动态列场 动态列场其实就是增加了一些精英首领 然后就是新的符文 一个是那个水晶打怪 如果打怪的话 那个吸收水晶的时候 那个爆发 然后这一个是激光符文 就是你在你的位置和他符文的位置之间连一条线 然后就攻击怪物 然后这个是火焰的符文 打怪是自动生成一条火焰 然后就普利托跟保罗 他们那个赏金猎人 多了一些环节 多了一个环节 所以普利托是那个 那个他扔那个石头 你去接 然后2000分就通关了 保罗他是增加的那个开车的那个项目 然后就是保护城墙 他那个机制 改变成四个方向 自动随机出一个 然后就boss的调整 我记得是 他的那个结晶 价格调整 然后就是路西德有一个简单模式 治安膜经来的机制改了 然后就邓凯尔 邓凯尔他有一些新的攻击机制 然后就他们分别新增一个200级的耳环 一个200级的戒指 而且他是属于这个漆黑套装的 所以他会增加第六和第七个套装的效果 然后就聊天表情 其实这个应该是台服和国服已经早于他们先出 而且别韩服还要早 应该很清楚了 然后电脑城6月3号开放 205级上才能进去 他的入口是在 销网旅途的那个无名村 你那个剧情的话 我其实以前是翻译过的 他的奖励是选择性神秘徽章 20个 然后就有一个 踢男孩的一个摇 一个监控器 一个头盔 嗯 哦 他这个 角色蓝 提升到了50个 而且他免费 角色蓝 他这个一直是免费 我现在才知道 然后就看一下他的一些highlight 精彩要点 他 他是战士职业 然后他是属于高等艺人 他的武器 他的武器是 吞儿 调节器了 然后他会用他的 以太 水 以太剑 就攻击 然后他的属性是 力量 这个 吞儿 调节器 是一单手武器 来的 然后他的辅助 其实是bracelet 会联盟 联盟效果是 加力量 然后链接技能 是一个noveless 到时候 到时候去看一下他的技能 就可以了 这个技能 技能到时候上游戏再看 noveless 然后他的文化核心和 赵万的V 技能 所以这个大致讲解他这个 技能和他这个职业本身属性 一些相关的内容 然后到时候的话 明天 明天我再去看一下 这个职业 这个视频先看上去